二战时日军头盔上的一张网是干啥的?看了才知道,作用比你想的还大。 在二战中,日本可以称得上是战斗力相当强的国家,和我们现在的抗日神剧中的鬼子完全不是一个等级。 即使在真实的战场上,日军的战斗力是相当强悍的,首先因为他们的武器就比我国强大很多。 其次日军体力也比当时我国,士兵要好很多,虽说日军的个子比较矮小,但是他们至少每天都能吃得饱,而我国士兵的时候只能每天吃树皮野菜来冲击。 那时候我装备是相当的差,甚至很多武器都是由老百姓自制出来,提供给军队使用,杀伤力可想而知。 很多枪支也是在清理战场时捡起来使用的,而日本的武器装备则是由日本军工花了大的价钱研制,或者是从别国进口而来,所以两国的装备也完全不是在一个等级。 此外,日本的装备十分的细心,他们似乎会注意一切能够保住日本士兵性命的细节。 就比如说日军当时的头盔上都有一个网子,我们在很多纪录片中也看到这点,相信很多人都会好奇,这张网到底是干啥的? 虽说只是一张小小的网,不过这张网的作用却是相当的大。 这张网在二战中救了无数日本士兵的命,首先这张网是日本士兵用来隐藏自己的。 因为士兵的头盔是光滑的,在阳光的照射下,往往会反光,而在战争中日军要做的就是隐藏住自己。 一旦头盔反光,就很容易暴露出自己的位置,所以他们会在头盔上盖上一张网,这样就会减少,这种曝光度。 并且有了这张网就可以更加容易地将树枝树叶等插在自己的头盔上,也是可以用来隐藏自己的位置的有效办法。 此外,士兵们在行录中,戴住头盔会很相当的热,并且很不舒服。 所以他们常常在走路时,是把帽子拿下来的。 但是,如果有了这张网,就会更加方便携带,他们会挂在腰间或者是抓在手上。 最后一点,也是关于日军隐藏自己能更加方便,他们如果说如果躲避敌人时,戴住头盔很可能碰到哪里就会发出声响,这种声响很可能就能让他们丧命。 但是如果有了这个网子,其实是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声音,这也是日本军工当时刚想出这个主意的主要目的。 由此可见,在战争中,国家应该注意一切可以保护士兵们安全的细节方面,即便是一个细节也不能放过,这一点也本确是我国需要学习的地方。 因为战争一旦发生,就一定会有很多士兵和百姓牺牲,国家能做的就应该是尽力多保护住这些士兵们的生命。